交通部叶部长 请叶部长 学员你好 部长好 有关于今天这个主题 航港建设基金 这个牵涉到我们在 这个基金的来源 最主要是我们的三港服务会 三港服务会的收入 那么 请问部长 这几年我们三港服务会 每年所收取的金额 是下降还是上升 三港服务会过去这几年 像民国一百年 那个时候海运 世界经济不景气可能有点下降 但大致来说应该是有在上升 这几年 请详细 就我知道如果船只来的少 就会下降 所以一百年的时候可能有下降 但是那是特例 我说这几年 由于台湾产业吸进以后 运输量减少 运输量减少 进口可能比较没有影响出口会减少 所以三港服务会应该收入会减少 从民国应该说从民国九十七年到现在来 来讲的话应该是有缓慢成长 一百年有下降 应该是这样 那会成长你们一顿 现在是怎么收钱 所以费用怎么收 费用怎么收 我倒不清楚 那个三港服务会 你现在还没进入状况呢 我都知道 董事长三港服务会费用是什么收法 一顿数 一顿数 请董事长来回答一下 我当委员我都知道一顿数计算了 对啊 根据后务传播跟理科人士去计算 对 那这几年还有成长吗 董事长 不多啦 不多嘛 因为我们产业吸进造成影响 对 好 那么这个三港服务会呢 它基本上这个费用啊 其实啊 是要拿来服务传播啦 因为它传播进来嘛 所以我们来服务它 董事长你看看我们从第三页里的报告里面 从第三页里面啊 这个基金的用途 有74亿里面呢 我们用在哪里 这个第一项港湾建设 啊 总共一人六亿多 对 哎 这个是服务传播的 这个没有问题 基础建设 所以等一下13项呢 我们仔细跟他看 如果是服务传播的 哎 这个费用支出合理 但是如果是服务会 服务来服务货物了 或是服务旅客了 哎 那就不应该了哦 各位我们看看 香港服务费里面有一些是跟旅客有关的 问题我现在就是要跟你们讲说 我们现在一直把这个基金呢哦 用在啊不适当的啊地方呢哦 如果服务传播 跟他说会是应该的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东亚地区啊 我们要看高雄港 跟中国的港口 跟这个啊 香港的港口啊 跟日本的港口啊 我们要竞争 所谓货中心对不对 对 这个香港服务会 如果你说太贵的话 人家要不要来 对这个是是有影响 对哦 你说太贵人家就不来嘛 对不对 所以我才要说 我们这里啊 社会要有国际竞争力 哎 你说太高 人家就不来 你看第二项呢 这个专案计划 有57亿里面 底下第一项 这东岸连外道路 东岸连外道路呢 这不是服务船只哦 这是服务货物 跟旅客哦 所以这一项 我认为不是很妥当 然后换到下一页 董事长你先听我讲完 第四页呢 那个第二小项 台北港的航道 回船持谁 哎 这个是服务船舶 哎 这合理 这个费用合理 第三项呢 台北商港的物流仓储区的填海造地 哎 这是服务货物哦 你连 商港区的填海造路 造路货用啊 也跟人家说取 人家 船舶服务货 你这个有一些船是你 运旅客的 有些船是运油的 有些船是运五股杂粮 根本没有进你这个仓储区 你把仓储区的费用灌在人家头上 把我们的 商港服务货拉高以后造成我们 港口的使用量会输于亚洲其他港口 好我们来看第四项 基隆港整体发展这个西岸的客运 很显然是服务旅客 第五项 服务船舶的没有问题 哎 第六项呢 这个 基隆港港西的连外道路 服务旅客 服务货物的 隔夜的第七项 台中港的北侧淤沙 哎 这是服务船舶的 这合理 第八项呢 这个 这个也是服务船舶的合理 第九项呢 连外道路又是客 客跟货 第十项 啊 这个高雄港的洲际 货柜中心很显然针对货 第十一项呢 是服务船舶没有问题 第十二项也是服务船舶 第十三项也是服务船舶 所以我们看一看里面 有大半 不是直接服务船舶 所以我们把它收了高的 港务服务会 虽然用 啊 这马头区 啊 货柜 仓储域 的建设呢 哦 哎 我觉得这个在货用上 似乎有所不妥呢 部长 报告委员哈 那个 第一个 就是说我们的三港服务费 目前的费率啊 在东南亚各个国家港口比起来 我们算是偏低的 这一点低也先确定一下 跟谁比比较低 跟东南亚各个 各个各个各个 包括这个 日本韩国 你跟日本韩国比 东南亚的这些 啊你跟中国比 中国大陆呢 应该看港口 因为有些地方 中国大陆它有另外一种 不同的那个model 它甚至有的船去 它政府还补贴钱 没错 所以这不太一样嘛 这是详细的这样 我们再可以给委员 第二个呢 就委员讲了 刚刚那些 以前呢 我们台湾产业还没吸进的时候 高雄港 基隆港运输量很大 其实很多货物呢 不是要进台湾的 他来高雄港 对 又拉到基隆港 对对 又到横边去啦 这个 所以我们那时候啊 我们其实港 这个港务的服务费啊 收入很多 现在这个都没了 这个不是 这个请 我想请我们董事长讲 包括那个费用的来源 我们如果说太高的话 变成人家 所以我想委员 那个船只不来停靠 我想委员这个我们有注意 请董事长说明 谢谢委员 这样子啊 我们上港服务会 我们要讲说 从收入的来源讲起啦 刚才我有报告啦 收入的来源 的是船部嘛 第二是后务嘛 第三是从里客嘛 那因为我们港口实际上没有错 船是我们服务对象 你是用顿速的嘛 对啦 啊但是后务 船在后来 后也是我要服务的呀 船在里客来 也是要我服务的呀 所以连外道路当然也是有关系呀 啊那土地天土造地出来也是基础测试也是必须要用这些钱啦 所以 委员你的理念是正确啦 啊我们的用途细项也是 我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把这个 我们钱从哪里来就用到哪里去呀 这才是这样的呀 对啦 啊你你现在变成你收来是 传播但是你后来 很多都用在服务、货物跟旅客 其实概念上不一样啦 我跟委员报告喔 小委员啦齁 我刚才我有讲 香港服务会的收入来源有几个嘛 第一个是从船舶吨位嘛 第二个是从货物嘛 第三个是从里客嘛 这三个都是我服务对象 所以我们钱是用在那三个地方 好 那么现在哦 我现在要导入我的问题 就是我们这一个自由经济示范区 现在就有五个海港 一个空港 对不对 对 那请问部长咧 自由经济示范区的建制 我们交通部以及这个我们这个港口服务会 要不要驿注 自由新 不会不会 那个无关 完全都无关 完全无关 不可以用这样的费用来驿注 无关 因为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 它经济部跟经济会 他们要怎么弄呢 对 我们基本上呢 就是这个钱 香港服务会 绝对是让来改进我们港铺的设施 是 让这个港铺更有竞争力 这是我们注意的 那么里面有一样 是这个台北港的物流仓除区 这个有没有 要纳入自由经济示范区 物流仓除区现在是还在天 对 还在天 天晚之后 会不会当成自由经济示范区的一部分 天晚之后将来我们会扣装会 会变成自由经济示范区的一部分 所以部长 这样跟他讲的 自由吗 对不起 这里面是两个东西 两个观念 我想要先弄一下 就是说第一个呢 我们做这个仓储 比如说这个港口要仓储 这是本来就要做的 你把它纳入自由经济示范区也好 不纳入经济示范区 它就是要做的 那这是第一个 它本来就是服务那个东西的 那我们现在我想委员关心的 就是会不会把这个钱呢 做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的其他的 或是你把人家商船收太高了 对对 会不会因此呢 就是说做其他的一些厂房的建设 就是说让工厂进住等等 那个就不属于我们要做的事情 可是物流 这本来我们港口就要做嘛 所以这个就会在里面 而且自由经济示范区或自由贸易港区 理论上是会增加港口的一些货物进出才对了 应该是这样 是会增加没有错了 但是大部分是从中国来增加了 那也不一定 那也不一定 那么我们如果说为了中国的货物 它的船过来 结果向美日欧的船只收取高额的港务服务会 结果建造一些仓厨区有利中国的货物进来 是谢谢 那我们不是更走向中国了 了解谢谢委员的关心 我们我想委员这边谈了两个部分 我想这边沉浸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呢 委员关心的其实也是我们关心的 这个三港服务费不能太高 高到你没有竞争力嘛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海港的特质呢 就是船来的各个地方的船来越多 就会吸引到其他地方来的船越多 我们这个三港服务会大幅的下降 那么我们只服务船只 那么货物跟旅客不问 有他们自由经济示范区 交通部我们不要管让经济部自己去想头痛 让经济会自己去头痛 因为你要设置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 你们自己想办法找钱嘛 目前我们交通部管的是自由贸易港区 我们不会管那个自由经济示范区 但是呢 在自由经济示范区的那个特别法还没通过之前呢 那经济部还有我们经济会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自由贸易港区有很多跨部会的协商啊 行政法规啊 能够松绑 让那个互畅其流 让那个货物的进进出出呢 还有这些加工啊 等等能够做得更通畅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交通部是做这件事情 勿畅其流是好事啊 但是我们不要说 替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去 向这些船只收取 不会 不会 谢谢委员的 我们将来还要更降低才有 我们希望船越多 当船来的多的时候 我们等于少量多 这个这个 就是说价钱就可能因此会更便宜一点 因为船多我们就有可能 好的 谢谢部长 谢谢